大家好,我是小年 如果你从小就被父母抛弃 长大后你再见到他们会不会想要报复他们 亦或者对这个世界进行报复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个 女孩被父亲丢弃后决定报复世界的故事 开天辟地的大战后 光明诸神们取得了胜利 黑暗一族则被封在了安曼陀罗之中 但矫情生还的黑暗管理者巴耶老师为了一血千至 以安曼陀罗为中心正在策划迎接新的皇帝 而远在旧金山的唐人街上 青龙世祖时慈慧大师有一个密教带带相传的东西 于是皇家仙道的海风奉命去抢夺慈慧大师所藏的宝物 龙碑 他找到慈慧的藏地之处 然而要出手时有一波新纳粹 是齐格非总统的人 慈慧趁着逃跑但却还是被打死 龙碑被抢走了 海风最来世并没有夺回 慈慧临死时对海风说 黑暗的天蛇也要复活了 在梁湖人交战时龙碑掉了碎屑 从碎屑可知这只是个假的龙碑 于是海风又前往日本高野山寻找真的龙碑 绝不能让其落入日本人和新纳粹人的手里 当然齐格非拿到这假龙碑时也奇迹败坏 他想要建立黑暗帝国 这龙碑就必不可少 而这场争夺的关键在一个叫孔雀的推魔师身上 此时的孔雀和阿修罗曾在一辆公交车上遇到了一车的妖怪 阿修罗平时偷懒 这下打不过这一车的妖怪了 恶人绝境之际 高大威猛的亡人丸 风神扑扑地赶来救了恶人 轻松地打败了大妖怪 他说保护孔雀是他的工作 在孔雀回家后 师父刺空让他上山 去高野山后面的李高野 那是推魔师的总寺院 密教的总部 统领着所有的推魔师 到了那里 孔雀就可以明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了 但这时怪物来袭 刺空让他赶紧上山 其中一只怪物被孔雀打退时 发射了殖命一击 但是刺空冲过来用身体接住的攻击救了孔雀 看到师父受伤 孔雀激发了自身力量 他点出了孔雀冥王咒 打退了妖怪 按中操纵的人也撤退了 黑暗已经苏醒了 恐怖的天蛇王也睁开了眼睛 所有袭击孔雀的 都是为了让黑暗帝王复活的魔物 魔物们想要得到由李高野 代代相传的龙碑 混沌之初 黑暗蒙住天蛇王几乎把光明诸神全面 最后光明之神孔雀王 初见打败了天蛇王 然后用龙碑封印了天蛇王 天蛇王没有龙碑就复活不了 然而18年前的一天 黑暗的皇子出生了 黑暗皇子的父亲 是位出名的退魔师慈爵 18年前 慈爵为了钻研密加奥义 去了西藏 不久坠入了爱河 那名女子很快就有了龙凤胎 取名彭子和明 孩子出生不久 李高野就派人去暗杀 然而慈爵顽弯强抵抗 但是孩子逃走了 5年后慈恐找到了孩子 可是慈爵已经原机了 那孩子就是孔雀 但是姐姐下落不明 慈公带孔雀回李高野 请求不要杀死他 他将把黑暗的力量变为光明 这样一定就能对抗黑暗的力量 为了说服大家 慈公用双头锥往自己手背上捅出洞来 一旁的孔雀 看得赶紧帮他拔出来 然后哭了 内心的黑暗之种 随着慈公这个举动逐渐被藏在深处 孔雀是唯一一个可以触碰龙碑的人 慈公的意思是让孔雀亲手打碎龙碑 在孔雀被要求打破龙碑时 所有人都在门外等待 如果孔雀心中的黑暗未完全消失 那么他就会变成黑暗敌王 一出来就会被所有人击杀 幸好孔雀成功取出了龙碑 他并没有黑化 当他一走出来时 躺在暗住的海峰就挟持了阿修罗 要求他绞住龙碑 正当孔雀犹豫时 周围的退魔师都被齐格菲的手下们 瞬间傻了 有个人从出来夺走了孔雀手上的龙碑 可是这个人立马被龙碑反噬 死了 但是齐格菲捡起了龙碑却一点事都没有 甚至还打伤了孔雀 他看着孔雀说 的确很相似啊 想打死孔雀但是被阻止了 于是就在龙碑离开了 阿修罗也被顺手带走了 阿修罗来在齐格菲的领地 见到了孔雀的姐姐彭子 齐格菲让彭子拿出龙碑 想让他变成黑暗帝王 天蛇王 然而彭子拿到龙碑却晕倒了 齐格菲的手下猴子说 彭子的记忆似乎有什么东西 在抗拒 没过多久 为所有来的海蜂 便逐出了阿修罗 他用法术又轻松地打到了士兵们 在他要去偷龙碑时 却被齐格菲逮到 海蜂中了齐格菲的枪 而身手重伤 不过依旧带着阿修罗死里逃生 虽然齐格菲也中了弹珠 但是 他的身体把弹珠逼出来后 便复原了 现在 孔雀他们明白 自己将要面对的敌人是彭子 然后孔雀在想 有没有其他办法 慈公对他说过 每个人心中 都有能创造宇宙的力量 这股力量如何使用 全凭内心 为了拯救姐姐 我被黑暗侵蚀 孔雀和亡人丸一起出发 前往华哈拿城 华哈拿城里 彭子救了受伤的海蜂 和阿修罗二人 阿修罗告诉了彭子 关于他自己的身世 还有一个弟弟 然后彭子什么都想不起来 没有任何记忆 记忆里只有一个 令他害怕的画面 总是浮现 他只能感到害怕和无助 以及痛苦的感觉 阿修罗想到要去见孔雀 然后恢复记忆 彭子说 他逃不出几个飞的控制 这时受伤伤的海蜂起床了 他认真地对彭子说 离开这里吧 不要继续才被利用了 拿出勇气 我会保护你的 彭子动聋了 他仿佛看到了希望 这时 门外有人粗暴地敲门 海蜂打死了两个人 但是几个飞也来了 他看到了海蜂的长颜发 海蜂又中了对方几枪 在几个飞要下杀手时 一边的彭子激发了自己的力量 轻易地把几个飞打飞了 看到这一幕的盒子惊呼 因为跟龙碑的解除 彭子的力量逐渐有决心了 为了唤醒彭子的力量和记忆 他被带去了西藏 孔雀他们去了华哈拿城 但是去晚了 人都走了 不过他们见到躲在这里的阿修罗 和骤双昏迷 嘴里还惦记着彭子的海风 稍微了解一下这边发生的事情后 孔雀他们也去了西藏 西藏的作词说 当初辞觉在西藏 就是为了阻止阿曼陀罗的复活 阿曼陀罗是天蛇王建立的国境 彭子出生的地方龙神村 到了龙神村 齐克菲还有猴司带着彭子先上去了 孔雀他们到时 村里的人都被杀了 路口还埋伏着一批机器人军队 孔雀激发力量达到了一些 时间紧急 孔雀只能独自去删定了 齐克菲是彭子的救命恩人 所以他听话地拿着龙杯 走向了父亲的遗体面前 当他触摸到辞觉的额头时 耳时的记忆全部恢复了 他记起了在大学纷飞的那天夜里 父亲慈雀抱着瑟瑟发抖的彭子 那时候慈雀心中的黑暗一面 促使慈雀要杀了彭子 然后争取让鸣又活下去的希望 绝望的慈雀起了念头便举起法杖 对准了幼小的彭子 然而他最终下不了手 而是连夜背着鸣走了 彭子就这样被丢在了山洞里 那时彭子醒了 绝望地想喊住父亲 但慈雀依然坚决地走了 赶到山上的孔雀走进彭子 试图跟姐姐亲近 可是找回记忆的彭子 现在心里充满了痛苦和仇恨 他认定自己只是被父亲抛弃的黑暗之子 父亲就是认定自己是个负担 是个累赘 他就是重来轻女 孔雀努力地想要去说姐姐 他说父亲最后也是爱姐姐的 所以才会用这种死亡的方式 来惩罚自己补偿自己的过失 原谅他吧 姐姐 然后彭子完全停不进去 他把自觉的脑袋给打掉了 孔雀再次劝他不要被这所谓的宿命所玩弄 这宿命不会中结的 彭子知道自己的确被爸爸爱过 但是那爱的深度 远远比不上他被抛弃 所憎恨的深度痛苦 这种痛苦 他要世界所有的爱 消失才可以完结 孔雀也被彭子击飞 悬崖下的王伦湾和日光二人 解除了他 可是他的灵魂现在落入魔界 只剩下躯壳 于是为了一线生机 王伦湾他们先带孔雀逃走 由日光去阻止彭子 但日光完全不是对手 幸好的是 孔雀趁乱成功被人带走了 电光火石之间 彭子解开了黑暗孔雀城的缝印 黑暗孔雀城再度重现了 走进城中 他们看见了黑暗天蛇王和他的一族 被封营的安曼陀罗 当黑暗之子站上了连台的中心 黑暗帝国将会苏醒 在彭子准备要踏上连台的阶梯时 受伤了海峰来了 他使出了狮子后 打掉齐克菲的手臂 原来齐克菲的全身都是机械做的 海峰一刀切下了他的机械头 齐克菲万万没有想到 原来自己才是一只被利用的人 猴子说彭子是黑暗帝王 找齐克菲合作 只不过是看他有点实力 既然事情办成了 有野心的人 还是不留得好 随后 他也找财子了这个不甘心的人 彭子还在继续往上走 海峰试图喊住他 猴子说没用的 那女人已经忘记了自我 愤怒的海峰 一道茄香的猴子 没想到他的头 飞出了八股竹子 竹子们说他 就是掌管黑暗的八叶老师 海峰上去想劝回彭子 难道彭子已经自称为天蛇王了 失去了自我 他把海峰击晕 天蛇王复活了 他要让世界堕入黑暗 孔雀的灵魂去到了魔界 在那见到了被封印的孔雀王 原来 孔雀王并不是光明之神 而是天蛇王的兄弟神 是魔界的魔神 孔雀王赋予了孔雀的力量 让他苏醒了 他穿上了青龙铠甲 准备去救姐姐 现在的孔雀法力无边 他打晕了被控制的海峰 然后 用孔雀冥王咒 瞬间消灭了天蛇王身边的 巨大魔物 接下来 就如孔雀和彭子的战斗了 孔雀和彭子站在原地不动 但是从他们身上出来的 孔雀王和天蛇王之间 已经进行了激烈的对抗 最后的最后 孔雀王和天蛇王 都同归于尽了 孔雀和彭子 他们的命运也结束了 两个人也是同归于尽 然后 相拥在了一起 光明与黑暗仅沦为的一体 恶人 变成了凤凰 永远的 消失了 至于八野老师 也消失了 评明 真 孔雀王 这部作品其实看起来还算不错 但是 必须得有一缩一 故事背景实在有些混乱 孔雀王这个系列 我没有去仔细了解 不过也从一些评价 看到这部作品 好像并不是 如我所看所说的 这个剧场版这样平庸 并不是说导演实力不轻 而是这个系列 想要用两个小时的 剧场版OVA来介绍 实在 有些难搞哦 并且这部孔雀王和前三部作品 是完全独立的 之所以会推荐这部作品呢 并不是收钱啊 而是 在1994年 能做出这样特效的作品 我感觉 是挺敬佩的 天射弯和孔雀王的战斗那一段 昨时 让我看呆了 并且人物画风 我真的挺喜欢的 这个就有点像少年饭花吃的 看动漫有时候 并不是看剧情 而是看人物画风 不知道有几个人 跟我一样呢 最后我想说 我可能不理解 彭斯所遇到的痛苦 但是我感觉 父亲就是父亲 毕竟是生他的人 每个人都说 既然生了 就得对孩子负责 但是 不是所有人 都能如此亲者 而身为孩子的我们 能否去理解父母 能否不去憎恨 亦或者不去复仇 也正如一个父母 是否会对孩子 尽责一个意思 都是没有绝对的回答 毕竟人心 永远都是一个难题 如果说不能憎恨 怕是有人会说 我没有体验过这种痛苦 只会口嗨 可是 想让人放下仇恨 难道 有错吗 总而言之 一个人是否会变坏 会被仇恨 蒙蔽大闹 真的跟他的经历 有着绝对的关系 身为外人 真的很难评价 但还是想让这个世界 变得美好 所以总会善言口出 却能 磨疯 我是少年 有位迷人又可爱的 九七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你们的评论 少年都会观看 在时间允许下 进行恒恢复 感谢你们的支持 和建议 那咱们 下期再见 拜拜